风火连三月 大家都知道 古代没有电话 那怎么报警呢 风火台 哪个火 风火台 风火台 哦对 非常好 请坐 点的不是火 点的那个东西叫狼烟 诶正确 什么叫狼烟呢 狼便便坐 烧出来那个烟 吐我别黑 是吧 好远好远都看得见 就靠这个来传信 可是有一个 东周西周的分界线 就是有一个周幽王 你们知道周幽王的事吧 风火系猪猴 为了让自己的 会飞 面瘫的妃子 就不爱笑嘛 面瘫的妃子 包四 让他笑一下 就老点那个风火 一点呢 其他猪猴就来救驾 是吧 烫猪猴把兽猪猴挤到固城河里去了 人家包四一看 哈哈大笑 然后他就老点 后来还有人来救他吗 没有 后来外族侵略 没人救他 你看我们说了 风火连三月 家书底万经 什么叫家书 家里头写的书 就是家里来的信 家里来的信 正确 底是值得上 好多好多的 钱 哎 非常好 也就说明家里头来的信 很重要 很重要 对不对 有价值 接下来你看 这就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不一样 李白发 发愁是什么 白发 三千丈 圆愁 四个长 是不是 你看他不是 白头骚更短 白头骚更短 他头发变短了 为啥 抠的 抠的 抠掉了 是吧 这个短是抠的越变越什么 越少 越挠越少 白头骚更短 哎呀 我烦死了 扯头发 是吧 魂欲不胜簪 为什么呢 哎 就是连 连簪子 因为头发太稀疏 簪子就无法固定了 是不是 哎 簪子太重 而头发太少 这个听得懂吧 哦 所以 不行了 这样子 好 我们说了 这首诗讲完了 一起来看一看 杜甫是真的在哭花 哭鸟吗 不是的 为国家破败 百姓家破人亡 自己亲人离散 而哀伤 看到了吗 他伤心 一个是为国 一个是为家 国是大家的家 家是自己的 小家 国家没了 小家散了 特别难受 在这里抒发了 他强烈的什么 爱国 忧国 忧民之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